哈喽大家好,我是伟哥 王者荣耀本周碎片商店更新 那么这次碎片商店中哪些皮肤最值得兑换 哪些皮肤不值得兑换 下面伟哥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伟哥自己的想法 仅做参考 首先说说值得兑换的三款皮肤 第一款值得兑换的皮肤是龙骑士 这款皮肤需要288个皮肤碎片才能对比 但龙骑士在本周已经优化了 相当于一款传说级皮肤 在王者荣耀中能免费拿到一款传说级皮肤 也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龙骑士是本次碎片商店非常值得兑换的一款皮肤 唯一麻烦的就是需要的碎片数量较多 第二款值得兑换的皮肤是小乔的缤纷独角兽 这款皮肤造型可爱不说 还有星元皮肤 所以这款皮肤也是非常值得兑换 需要的皮肤碎片数量是88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及其的 第三款李源芳的竹浪之下 这款皮肤的手感在李源芳所有皮肤中算不错的 而且只需要88个碎片 就能永久获得这款皮肤 对于喜欢玩李源芳的小伙伴来说 是非常不错的福利了 接着来说说不值得兑换的三款皮肤 第一款赵云的忍颜影 这款皮肤需要88个皮肤碎片才能兑换 不过这款皮肤的特效 其实就是换个颜色和半生皮肤效果差不多 而且这款皮肤会上架占领的60级皮肤礼包奖励 小伙伴可以等到下次占领皮肤奖励出这款皮肤的时候 去兑换就好 所以不如把碎片换那些值得兑换的皮肤更好 第二款不值得兑换的皮肤是扁确的就是之铜 这款皮肤也是需要88个皮肤碎片才能兑换 特效还不如赵云的忍颜影 连颜色都不换 还不如赛季皮肤好用 所以扁确的这款皮肤非常不值得用皮肤碎片去兑换 第三款孙上香的水果甜心 这款皮肤也是需要88个碎片兑换的皮肤 除了造型好看外其他真是一般般特效和圆皮一样 所以不建议大家用碎片兑换这款皮肤 那么小伙伴 这次碎片商店更新后 你们是否用皮肤碎片换了皮肤呢 换的又是什么皮肤呢 谢谢大家